我们来看这一题,求极限Limit S趋近于2,S平方减4分之S减14加S减2分之S加1等于多少 根据题目是要来求这个极限 所以S趋近于2,我们求极限的时候就把S用2带进去 那么带进去之后第一项它的分母变成是0 那么第二项它的分母也是0 那么因此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极限分开来做计算 所以我们就先来计算那么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计算我们就把它通分 所以我们先来计算函数通分 那么因此通分这里有分母是S平方减4跟S减2 那么因为S平方减4 我们可以把它因式分解成S减掉2再乘上S加上2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它们的最低功倍是 那么就是S减掉2再乘上S加上2 所以再加上 那么这里也一样是S减掉2 再乘上S加上2 那么第一次分子不变 所以分子是S减掉14 那么第二次它的分母都乘上一个S加2 所以就会变成S加1 那么再乘上S加2 那么接着我们再把这两项把它合并 那么因此我们把它合并之后 那分母的部分就是S减2再乘上S加2 那分子部分这里我们把它展开来 所以S乘S我们得到的是S平方 三个S加一个S我们得到的是四个S 那这里是2减掉14 所以这里是减12 所以整个式子那么就会等于LimitS趋近于2 接着我们再把2带进去来做计算 那么2带进去的时候 它的分母会得到是0 它的分子4加上8再减12也是0 同时使得分子分母都是0 那就代表了分子分母 那么同时是有S减2这个因式 那么因此我们来针对分子部分来做因式分解 那分解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 它一定有一个S减2的因式 所以我们再把它乘上S加6 所以我们再来计算它的极限值 那么当S趋近于2 S不会等于2 那么因此S减2是不会等于0的 所以分子分母我们可以同时 那么把S减2来约分 所以划减结果就变成是LimitS趋近于2 那分母的部分就是剩下S加2 分子的部分就是S加6 接着我们再来计算它的极限值 S趋近于2S不会等于2 求极限的时候S利用2带进去 那么因此2加2我们得到14 2加6我们得到8 划减结果得到极限值等于2 所以题目要来求这个极限值 那么经过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极限值等于2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